让我们一起去发现中国管理模式 我是王凯 大家都知道 这个矿产是不可再生资源 陈景和要想保持企业可持续发展 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路是 利用做矿产积累下的资金 筹准机会赶快转型干别的 另外一种 就是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范围去扩张 获得更多的矿产资源 陈景和干了二十多年的地质 他的团队也都是地质矿产方面的专家 很显然他只能选择后者 但是 你要想控制住别人的矿产资源 那控股的巨额资金到哪去找呢 对于企业的未来 陈景和可以说是位于筹谋 早在1998年 陈景和与上航县政府 开始动员当地居民 政府人员 资金职工集资入股 王莲时任上航县提改办主任 他进驻资金矿业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推销股票 当初成立者要推销股票 要推销 要推销的压力很大 在员工里面 员工也对资金 虽然自己在资金 但是希望不是太大 不认为资金很有先走 因为资金商的品位低 品位很低 负债率又很高 这样的话就信心不大 最终在公司的一再要求下 紫金职工每人出资八千元 以工会的名义投资 但是最初对这些面值一元的原始股 紫金的员工并不看好 比如说员工去吃饭 到了夜底了 没有工资 工资用完了 没闲了 没闲了 一百块钱的股票 换到八十块钱的饭票 这样换来吃饭 那那个老板 开饭店老板 他就把这股票也没办法 股票就存起来了 那后面他就几万块钱的股票 2003年12月23日 紫金矿业H股在香港上市 凭借其强大的资源优势和出色的成长性 股价表现跑赢了恒生指数和国企股指数 一跃成为国企股中的明星 2007年4月25日 紫金矿业A股在上海上市 成为首家以0.1元面值发行A股的公司 A股上市 使紫金矿业的实力得到再一次增强 你员工有的就后悔了 我当时那么看不起我的 当着擦屁股的纸一样 那么看不起 现在变成饱了 非常之前放了600倍 你这个做什么真意也没那么好战 每天生产多少斤 每天生产多少斤 还有些简单的技术指标 它叫GPS 这是我们那个潮车 它是跟踪的 它是跟踪的 它那个每天一部车 有的拉两趟 有的拉一趟 现在可以图面看到 那这个F30 390 这部车是拉载轻炭的一个车 就含金物料车 已经拉到重关系了 这个事情都因为要保证 绝对安全 那物料非常贵重 非常实现一种 级别是定位 处于一个全程的监费 这里是紫金矿业厦门分公司 陈景和的大学同学 又同是客家人的蓝福生 在这里负责紫金矿业的国内业务 当年第一个收购项目 至今令他记忆犹新 2000年 加拿大一家公司 耗资1200万元 对贵州水银洞金矿 进行为期两年的勘探 我们看到接触下 他已经提交了一个普查报告 当时报告说 有24吨的黄金储量 有平均平位有8.7克 但这一块有个问题 就是平位是比较高 但它是难形的 典型的在前西南州的 这种卡利性金矿 就是非常难处理的 而且是地下开采 这个采矿条件比较不好 就是比较破碎 由于选矿和冶炼的难度太大 需要进行加压的工序 整个成本无法控制 2001年底 加拿大公司决定退出 分文不取 又把金矿还给了贵州地矿局 陈景和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立马就到了贵州 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就一口价拿下了这个项目 您要知道 这家加拿大的公司 可不是等闲之辈 拥有雄厚的资本 和世界一流的设备和技术 但是人家花了大量的时间 和金钱之后 知难而退 那么你陈景和 凭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 未经许可 with